大家好,我是讲故事老范 应该是昨天的消息吧 那个 88家中概股啊 纳入了美股预摘牌名单 哎,前面呢是 五家呀,一家呀 或者是几家呀 反正一波一波往里放啊 这回呢,这个直接来啊 88家,应该是5月4号干的事 SEC干了这么个事情 这个呢,我觉得就是跟咱们这个啊 4月这个29号开的这个会议啊 这个这个国务院什么经济会议唱反调嘛 对吧,想给咱们这个啊 这个天天堵抹抹黑 但是啊,这回呢,没什么效果 就是说这个 虽然一把上了一个大笔包啊 前面比如几家几家的不算数啊 这四一下来了88家 加一块已经一把来家了 现在一共有多少重改股 两百来家啊 现在也有一半进名单了 所以这个事呢 呃,就是包括已经进名单的这些人啊 或者这批进名单的这些公司呢 都还稍微涨了点 对吧,那你说这为啥 你都进了预摘牌名单 你还咱还长点呢 对吧,那真的是跌无可跌了啊 就是你按照各种这个估值模型 估值理论就是它已经都跌的,已经没边了 彻底把它跌干净了 而且呢,现在大家也想明白了 对吧,先进后进都是进 啊,你现在进了呢 这个这个以后肯定这个就不用再再来一次了 对吧,就是以后没进呢 可能这几天都会进 就二百多家呢 谁也跑不了 可能极个别的能跑掉啊 就是绝大部分应该都跑不掉啊 都会进去 啊,进到这个预摘牌名单里去 那八十多家了 那咱们比较熟悉的 比如说什么京东啊 拼多多呀 B站啊 网易啊 啊,腾讯音乐啊 这个携程啊 就都在里边了啊 加一块是一百零五件 这个 这个加进去以后呢 加上前半的 比如说像什么 百度啊 爱奇艺啊 搜狐啊 知乎啊 贝壳啊 等等这些东西啊 都在里面 现在就是基本上中盖 还剩一百零件吗 还剩一半吗 那中盖互联 就是咱们熟悉的 阿里还没进去啊 阿里还没进去 那个看他能坚持到哪天啊 这个 肯定的都会进 都会进 这个 但是大家呢 也就习惯了 就是说你就进就进吧 这个事呢 就是跟公司也没关系 对吧 这个大家更关心的是什么呢 就是你比如说你疫情封城 对吧 这个 这个可能会带 对你的整个的经济造成影响 比如阿里巴巴啊 你的这个 经济下滑了 京东 对吧 比如说你去这个 上海池原啊 然后这个 东西没送进去 然后最后还亏了一堆钱啊 这事其实才是大家应该担心的事 至于进不进名单了 已经没关系了 对吧 这个美国人想给咱添堵啊 没添赏啊 没添赏这个事 天堵这种事只能靠咱自己啊 靠美国人是没戏的 第一批这个三月十号的第一批的这个名单上来的时候啊 那个中概股叫惊魂一夜啊 截止收盘啊 就各种什么 这个什么一仙电商 一仙电商干嘛的呀 有年头了 估计是 跌了39.52% 对吧 贝壳跌了23.93% 爱奇艺21.7% 然后拼多多跌了17% 这个好未来 好未来 那跌是正常的 对吧 16.72% 那是教育股 京东跌了15.83% 然后哔哩哔哩跌了14.10% 这个其实都是很正常的事情 哎 这一回呢 就就是大家已经习惯了 这个预期已经都出进了 你就你就搞吧 对吧 你就早出晚出都是出 对吧 这个 当时呢 还问这个 就是搜狐啊 搜狐说 哎 你们进预拽派名单了 怎么办 搜狐的这个张朝阳老师啊 因为现在比较叫老师了 人现在开始讲物理课了 虽然他那个物理课 我没去听过 但是呢 人家人家讲了啊 说这个搜狐公司没有要退市啊 对吧 这个所有中概股都将进这个名单里 这是中美之间的事情 几年之内啊 还不知道结果 对吧 他也不知道未来会怎么样 到底呢 是给这个审计底稿 还是说两边能够协商一个结果 说哎 我给你多少 你给我多少 或者说我给你到一个什么程度 你就认啊 大概是这样的一个东西 但是呢 现在就是大家已经不怕了 就是你就来吧 对吧 这个这个 又能怎么样呢 对吧 这个现在大家就还是努力的去 这个该去香港上市 去香港上市啊 这个上一次呢 其实已经讲过了 对吧 有这个 就是二次上市了 然后呢 也有重新上市了 第一个重新上市的是知乎啊 4月22号首家港交所双重上市啊 互联网公司啊 这个差异在什么地方上次给大家讲过啊 普及过这个知识 就是你要是这个再上市呢 是你是把美国交易所的股票拿来交易 一旦你在美国退市了 一旦你在美国退市了 你在香港是不能单独交易的 因为你交易的是美国的这个股票 对吧 那么你在香港的这个交易所里头 没有进行过完整的上市流程 而且呢 这个 因为你交易的是美国股票嘛 所以它两边的价格是一样的 如果是这个双重上市 就是从前我又上了一次啊 第二次上市 那么这个的话 就是你在香港走了完整的这个上市流程 啊 那么如果美国退市了 你可以继续交易啊 但是呢 这个美国股市的价格 跟你这个香港股市的价格是两套啊 各自走各自的 这个哪套呢 啊 但具体怎么做的 其实我并没有那么大了解啊 因为我以前遇到过类似这样的问题是什么呢 就是当你一个公司上两地上市的时候 那你会遇到一个问题 是什么呢 就是你挣了钱利润归哪边啊 对吧 那么你比如说 哎我挣了钱了 啊 我利润是归美国那边的 那么美国股民是可以得到收益的 还是我挣了钱了 我利润归这个香港那边 对吧 我们当时为什么会遇到这样的一个奇葩的问题呢 是这个 当时我的列宝移动啊 这个下边呢 有一个就是我们投资的项目 我忘了叫什么 反正也是个这种launcher 就是这种叫做 我想应该怎么说这个东西 叫桌面啊 就是安卓手机桌面 就是它实际上是一套皮肤吧 大家可以理解成这样 然后呢 我们投完了以后呢 要去上新三版 这个香港联交所就找我们 你说这是跟香港联交所有什么关系 我们列宝移动是个纽交所上市公司 对吧 但是我们的母公司啊 母公司是这个金山啊 金山集团 它是个香港联交所上市公司 然后呢 香港联交所的人就是 我是就那一次啊 跟香港联交所的人开会 人家讲什么呢 你看它的业务跟你很像 对吧 然后呢 这个 它的这个有一部分 你还是个股东 对吧 它有一部分的利润会归你 然后这个 它的比如说 呃 用户啊 它的这个呃 供应商啊 都是一致的啊 跟跟那个猎豹都是一样的 你怎么能够把这个东西分清楚 说哪一部分钱 该归哪边股东来分钱 对吧 它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疑惑呢 就是香港 香港联交所这帮人 那因为所有的这种APP啊 也好 或者说这种啊 安卓手机上的这些应用也好 它的这个盈利方式都一样 就是广告变现 对吧 我就是在上它做广告 然后呢 广告变现以后呢 这个你的这个上级的供应商啊 就这么几家 谷歌 这个叫做Facebook 国内呢 就是腾讯 啊 头条 百度 就是这些东西 然后呢 这个当时我们投的那个项目呢 它主要是在国内做 所以呢 它的主要的这个供应商啊 就是真正给它付钱的人 就是这个腾讯 啊 百度 然后头条 就这几家 然后呢 这个猎豹呢 也有国内的业务 所以呢 也是这几家 也是我们的这个供应商 这个 那个香港人就问来了 一个老头 说你怎么能够保证 说你这个所有的交易是供应的呢 怎么能够保证香港股民的这个权益呢 对吧 后来跟人解释了半天 说啊 这个 这个不一样啊 我们这个产品是分割的 然后呢 不同的账号 这个完全是这个什么的 都反而解释了半天 哎 可费劲了 那个 最后也没上去啊 这个最后也没上去 当然不是因为香港联交所给我们吃到困难啊 那个困难我们都克服了 最后把香港联交所给说服了 然后为了这个事儿 金山集团大概花了这个 一大笔钱去给这个 这个 就是当时我们要去上新三板的公司做审计啊 就都整个都做完了 之所以没上新三板呢 是因为那个 我记得是没上啊 是因为新三板后来没有流动性了啊 发现上去以后喝不到韭菜 所以就拉倒了 对吧 那么OK 这个咱们稍微讲远一点啊 讲了一个这个其他的故事 对吧 那么后面啊 就是这些人呢 就好好地去这个香港上市就好了 啊 这个 第一个是知乎啊 已经已经成功了 双重上市了 然后呢 B站啊 在港交所呢 也是在做双重上市啊 而且申请的已经批准了 今年十月份就能上 所以呢 这个 可能呢 就是到这个 三年之内啊 因为他不是说我预摘牌的马上就摘掉了啊 前面咱们也讲过 啊 今年呢 是2022年啊 从现在开始啊 预摘牌 然后呢 他什么时候摘呢 是在这个 呃 20 呃 应该是三年啊 应该是三年 应该2024年摘 啊 应该2024年摘 这个 就是呢 他是把2021年作为第一年啊 不是把今年作为第一年 就2021年作为第一年 就2022年 你应该交2021年的财报上 然后呢 你三年之内必须要提交 SEC所许可的 所认可的财报上 如果你没法按照SEC的要求去交财报 那么啊 到2023年的财报啊 就是2021年 2022年 2023年的财报 那么也就是2024年年初的时候 你们就都滚蛋 对吧 他大概就是这么样的一个要求 所以呢 张朝阳说的就是说 哎 这个几年之内 咱们慢慢看啊 到中美博弈到底怎么博弈 比如说中国人最后说 哎 我们愿意给你 对吧 这个 这个外交部也说了 中美人民是这个好朋友 对吧 现在突然又开始转呛了 对吧 那没准这个就就 我们就达成一个什么一致就给了呢 对吧 美国人呢 现在也是这样 就是说 他虽然独独逼人啊 这个我一个一个往里放啊 一开始放了五个 然后暴跌 又放了一个 好像是新浪是单独放进去的 暴跌 然后再放五个啊 然后这个又跌 然后这回说这个发现不行了 咱上88个 发现不跌了还涨了 对吧 这个 就是已经没啥排了 最多就把剩下一百多加一把都放进去完事了 对吧 也就这样 那么那么这个就是美国的股民呢也好 美国投资者也好 说这个事啊 没什么问题啊 咱们就这样 这个而且呢 前两天这个巴菲特开这个股东会啊 就是呢 他也在讲 是不是 是说这个 啊 芒格在那讲说这个中国市场呢 因为他前来前一段时间不是斩仓了一半的阿里啊 哎 但是他说中国市场的这个确实很难做啊 但是呢 那里的股票很便宜 对吧 这是他讲的这么一句话啊 然后另外一句话讲的是什么呢 另外一句话是巴菲特讲的 巴菲特说我们不去看市场趋势啊 我们也不去研究什么热啊 我们只研究一件事 哪个股票便宜 我就买哪个 对吧 你把这两句话结合在一起看 还是要去搞的嘛 对吧 这个事就是说 虽然他前面撤退了 但是这两位加起来快200岁的老爷爷 还是贼心不死啊 这个 哎 是老儿不死 则为贼是吧 好像是这样了 所以这两位老爷爷 还是还是准备再干一把啊 还是准备再干一把啊 所以这个呢 现在这个 我估计也是这个 受他们的鼓舞啊 那这次呢 这个股票啊 不但没有跌 还稍微小涨了点 啊 其实美国呢 未必就惦记真的把中国赶进杀绝啊 这个到现在呢 就是也说 哎 我们查了半天 发现这个没有明确的证据 中国这个确实支持罗罗斯打仗了 对吧 那么这个事其实他也在放这个话 而且现在呢 也把这个 叫什么呢 就是前面那个 就加征关税的那些 那些中国商品 再拿回来重审一下 对吧 就还是得买吧 这个美国通胀通成这样 那你不买中国的便宜东西怎么弄 而且现在 人民币贬值美元升值 对吧 那买中国货就更划算了 所以他们其实现在这个路子 还是在向着 就是两边都在向中间走 对吧 没准走着走着呢 这个事他就就走到一起了 对吧 最后呢 我估计听到这样的人 就已经不是特别多了 因为咱们每一次听视频的人 都是这个前面多 后面少 对吧 现在我估计还剩不到一半的人 这个前面呢 咱们讲啊 这个 这个给这个中国经济 这个啊 添恶心这种事呢 或者说这个不叫添恶心吧 就是给咱们创造困难 这种事呢 美国人是不行的 对吧 他们在就是小时候 一点一点机会都不行 这个谁行呢 一定是咱自己行 对吧 今天我还看了一个 这个国务院又召开了一个会议 这个在我们这个领导面前 领导亲自指示 说我们这个疫情防控呢 是这个就是正确的 我们这个路子没有任何问题 然后还要继续动态清零 任何想跟共存的这个事都不行 这个话也说了 这个明天咱们看A股怎么走 这个这个 然后今天呢 A股怎么走的呢 因为我自己不炒股票 虽然基金跌的跟屎一样 对吧 今天呢 A股三大股指涨跌不一 啊 户指涨了0.68% 深城指涨了0.23% 就基本上没打动地 然后呢 创业板跌了1.33% 实际上就是大家还在这晃悠啊 这个数都没什么问题啊 真正这个能看到数的是什么呢 叫北向资金净流出 因为4月29号 就是在这个交易的最后一天 北向资金是净流入的啊 就是国务院开了这个经济会议 说我们啊 互联网企业你们好好干啊 这个我们不再做这个什么 这个下各种文了啊 不再这个这个罚款了 不再搞这些事了 对吧 然后北向资金赶快冲进来买啊 买买买 对吧 这个事就涨了 然后呢 这个 那个时候我还专门录了一期节目 说啊 A股大涨了 咱们要怎么怎么样 对吧 这个 当时呢 我们讲叫叫听其言 关机型 对吧 看看他到底能干点啥 啊 这个呢 这个美国人先坐不住了啊 5月4号啊 咱们没开盘之前 人家先扔了88个出来 对吧 发现不管用 对吧 那这个 咱亲自上 对吧 上来 说这个我们这个疫情管控啊 一定还是要这个 我们就是对的啊 这个我们不能放松啊 还是要这个动态清零 继续搞下去 啊 这个 咱们 再接着看啊 再接着看 未来会怎么样啊 未来会怎么样 但是呢 钱 是不说假话的啊 钱是不说假话的 北向资金净流出23.62亿啊 这个其实不算特别大啊 不算特别大 还没有到那个哗啦哗啦跑路的那个阶段啊 这个 但是呢 已经开始有趋势了 已经开始有趋势了 好啊 今天呢 我们就讲到这里啊 我们再继续看明天的 武士到底怎么样啊 对吧 这个啊 这个我们啊 再接再厉啊 好啊 请帮忙点赞 点小铃铛 啊 参加我们的discard讨论群 再见 今天就讲到这里